鼓掌準備了什麼 準備被王勇罵 老大人別給我罵 我很好 大家手下留情啊 這個主辦方的膽子太大了 你說主持節目 我們也是長期也有在主持 那你真正要做這種大典禮的主持 那對我來講 真的是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尤其是這種大的頒獎典禮 你不能亂開玩笑 你不能亂開玩笑 羅時鋒擔任景曲三三 典禮主持人評價正番亮機 他還在劇集長隔天 在YouTube頻道 DEO不正夜公開籌備過程 從拍照 拍攝VCR 到煉舞 錄音 是真的為了這個重責大任 花了不少薪力 搞得了 真的是有夠緊張的啦 自從決定主持景曲獎後 真的沒有一天可以睡得好 平常要我在節目上聯繫阿偉還可以 但要站上這麼慎重大型的頒獎典禮 我自己也是有點膽戰心驚啊 出道近40年 這次能接下金曲獎主持重任 對我這個年過半百的老人來說 已經是非常大的突破 要達到什麼樣的里程碑我實在不敢想 但我會努力 不要忘記跳錯舞步 不管結果如何 我會全力以赴 為樂壇做點貢獻 因為我是音樂人嘛 我們 我們 蔡健雅這一張 我都聽完了 我自己聽 你有聽嗎 很屌 我一直聽 一直聽耶 我覺得這一張很屌 真的 很大的一個概念 講到世界啊 冰川啊 是是 而且整個編曲都被大氣 不像你知道我們那天在車上 我們在講說 那這次金曲故障做了好多準備嘛 你看連看稿什麼都好吃力 然後跳舞什麼 欸負擔很大對不對 我是真的要的面子 壓力太大了 你知道謝宏說什麼嗎 什麼 他說那故障準備了什麼 準備被王勇罵 我磨到五十好幾 老大人別給我罵了 我很高興 來來來 快快快快 我們利用這空檔的五分鐘的休息時間 問一下 最忙最累的 最辛苦的 對 對 我們的 你的部分而已 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態 敢找我這個老人來組織金曲獎 說你老伯紅包了 難怪我最近跟他要錢都要不到 不少不少 不少 不過我說我真的很難答應 我是有聽到媒體訪問過你 你講了五點 誰能夠成千起厚 誰能夠北上來講 誰能夠老少同吃 誰能夠能說能唱 誰能夠不要臉 啊不 誰能夠 誰能夠 誰能讓人跌破眼鏡 跌破眼鏡 跌破眼鏡 這好好的玩 不能讓川哥怎麼樣 丟臉 不能讓他丟臉 不能讓他到我 真的我會好好的 丟的一定是你自己在那裡 哈哈哈哈 好悲啊 真的啊 我又沒有在台上丟我什麼臉 哈哈哈哈 哈哈 嗚呼 嗚呼 感動